有朋友问油股883 他问如果乌克兰和俄罗斯开战 是利好还是利淡油价? 传统感觉上,油价也会向上 但现在担心的情况是 到95美元水平 会不会差不多见顶? 你又怎样看883的投资前景? 这个真的看什么是开战? 你说真的打仗 你会不会说打仗 突然间油股可能只受为油价上升 从而升上升 假设真的打仗 有些情况是说油价去到 820、830甚至850美元的位置 但问题是你想想为何油价升到这么高? 主要原因是 有些打仗的国家要做石油战略储备 亦说供应利益上会紧张 不代表打仗这段时间 883日可以不断保利 所以如果你纯粹打仗 这个因素上 你买金股 即是黄金相关ETF 金的概念 可能比油更加自强 相反对883 主要是你现在在打仗的一件事 大家为何今天还在升上 当然油价高企是其中一件事 第二方面 因为这一刻其实未去到真正打仗 市场只是怕打仗 怕打仗到油价升上去 而最重要是说883本身的油价 本身 其实大量出了报告 我们经常说油价 只要继续站在每桶65元楼上 公司现金楼是强得不得了 还有一个很稳定的派息政策 典型价值股 短线价值股真是不害怕的 所以你说 如果看你那个什么角度去看 我不主张对于污河局势上有什么肯定的看法 但是如果短线要想883 我觉得都可以追 10元楼上这些位置一定是高追的 但是起码我觉得追得过 你议定一些的止洩位 10天20天做止洩的话 都不会太过伤 相反地 大行很多都看到11-12元左右这些位置的价值 股息率才开始比较普通 不是特别吸引的水平 所以短线你不排除 继续上升上去 所以我会这么说 如果你在市况上要买东西的话 883已经是受损了 甚至可能我们也在说这段时间 因为以往我喜欢857多一点 但是现在你在说买股份上 真是纯粹只看市盈率 只看股息率而已 883这个优势 真的会相对比较大